嗨大家好我是威力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製作的一個工具內容 那也算是我們的語音網誌之意 這個表呢是金融股的還原股價觀察表 那從這個表裡面呢 其實它是一個蠻好觀察金融股的一個方法 那在第一個表裡面呢 可以去看到說我有做了一些分類 例如說像是 把官股的金控啊銀行以及民營的金控 以及民營的銀行啊這些通 把它排列出來所以你就可以一目了然 那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會想說 比如說我想要官股金控持有幾支 那民營的持有幾支那你也可以這樣子去搭配 那在這個表裡面除了目前的股價來 看的話你還可以去看到有時間點的價格1 那以及時間點的價格2那這兩個時間點是 我是以年初跟現在的時間點來看 當然因為Google Finance 所以就會發現說價格 的時間點會有點落差大概會少一天 那接著就可以看到累積報酬率 這個累積報酬率啊就是以時間點 1跟2之間的 價格來做 累積報酬率的計算 當然這邊的價格呢都是以還原股價來做計算 接著就是可以看到 52週的高點跟低點 那這也是Google Finance 所支持的一個函數方式可以去抓取 接著就是威力的股價係數以及殖利率 以及2021年的配息配股的 中股息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右邊這個股價係數的表現 這個說法是怎麼樣來看 從這裡面可以看得到說我用一張圖來表示 這個股價係數的概念 因為呢股價係數原則上就是去Tracking某一個Target值 就是我的目標值是定在52週的低點 所以呢 中間線會是52週的低點 那上面呢是52週的高點 以及低於52週低點的一個區間 這個區間是以52週的低點跟高點之間的距離來決定的 也就是60塊減掉50塊就是10元 那52週的低點 再低於它一個區間呢就是40塊錢 以物理含義來看啊 像這樣子的相形區間的 這種投資的方式 就是你觀察股價的方式 比較適合在營收穩定股價波動比較小的標的 當然可能 比較明顯 會有這種相形區間的一些標的你也可以去套用來看 當如果股價係數是1的時候就表示 現在的價格跟過去52週的高點一樣 就是在箱子的頂部 那如果在0的時候就是在箱子中間啦 那如果是-1就是低於52週低點一個間距 所以以此類推 那我把原本的公式啊是有加上絕對值 把它取消掉 這樣子你就會發現數值越低呢 可能它的價格就是越低 當然呢適不適合買就要依據 當下的情況由大家自己去判斷了 在第2頁裡面呢就有照值利率排列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值利率排列我這邊呢是做 大於6%以上就可以看到 有列紅底 那這是格式化條件所 跑出來的結果 那你就可以很快 知道說現在有哪些 股票它的值利率啊是 6%以上就可以很快去看 第三頁就是照 報酬率排 照報酬率排 的好處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有哪些標的啊 其實它的股價表現已經漲了好一大段了 那你偏偏又想要在它漲一大段的時候 進去給它買進 那你就要想好你是不是有機會套牢了 好這個就是給大家做一個觀察 那有些標的呢 它可能目前報酬還沒有這麼高 但是它未必是不好的股票喔 所以你就還可以去觀察一下它是不是 合作為你 觀察一個重點 接下來就是觀察總表 這個觀察總表其實它密密麻麻的比較多一點內容 但是原則上 不外乎就是這幾個資訊 例如說像有值利率嘛 配息率 那你就可以去觀察說這些標的它配息在過去的狀況是怎麼樣 配息的 這個配息率到底是多少 以及6年平均股 股利有多少以及10年的平均股利有多少 以及配息的次數在過去10年 是不是 還不錯 那有的 公司它可能10年10年都有配有的是沒有 這個就可以從這裡面去觀察 以及後面有合理價便宜價 這個計算方式啊原則上就是以6年平均股息 來乘以20 這裡的股息呢就是包含現金 以及股票股利 所加種在一起的 當然啊股票股利是以票面價格來計算啊並不是以 他的還原股價來做計算喔 所以這個地方要大家要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 有低於合理價嗎跟沒有 有沒有低於便宜價這邊會有 自動化格式條件去告訴你有跟沒有 就可以直接去看得出來 那在右邊呢還有 股價係數 可以去參考 接著 來看一下 每檔 標的啊 它所 還原股價計算的過程 跟方法 原則上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還原股價計算的方式 他的邏輯就是會去抓 目前已經配息的一些內容 就是在過去的歷史區間啊 他已經有配息哪些 那從這些配息的結果就可以去回推說 他的還原股價 那這個地方的製作都是全自動他就會自己去算出還原股價 那以及呢最右邊有一些資訊可以參考 首先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啊還原的 開盤價高點以及低點以及還原收盤價以及成交量都在這底下 那再來就是你可以去輸入時間區間去看出你想要觀察區間他的報酬率是多少 就是 簡單一個回測嘛 你也可以去測 比如說2020年的3月 大跌的時候 那時候到 後來的某一個時間點 他所成長的表現是怎麼樣 那在更右邊呢就會有一些基本資料 那你就可以 看一下這些基本資料的狀況 在更右邊呢有 營收的 這些表現的結果 也有把它抓取進來 在最右邊呢就可以再看得到 關於這個營收的 表現狀況可以去跟去年同期來看 這個數狀圖啊這個條狀圖就可以很明顯可以看得出 他的好跟壞 例如說你看 現在的營收啊跟去年同期來比啊 以台氣營來說 好像是比較 好一些 那以月營收年增率來看 這是一個成長力道的表現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個地方有很明顯的一個轉折 再來就是累計的營收年增率有一個明顯的轉折 這個就是一個 方式給大家去看 當然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些像財報狗啊或是其他的網站也可以用 不過好處是在於說 因為他是Excel嘛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取捨你到底要 吸收哪些資料跟不看哪些資料 那這個就是整個 我們 工具的用法那如果你有加入在我們威力財經角投資生活室的話 那在我們的記事本裡面就有網頁版本給大家去使用 那你可以在網頁版本裡面去看到這些資料跟內容 那希望這樣子講解大家就可以看得懂威力到底在做什麼東西 因為 有很多人其實他看不懂我在做什麼內容 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威力財經角投資生活室的金融股還原股價表 他所使用的方式 以及 觀察的重點 我會留意 我可以看不懂嗎 你